今天我们拿到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机器 ROG掌机 哎呀 掌机这个市场去年是被Steam Deck卷了一下 用一个很给力的价格和独到的系统体验惊艳到了各位 现在我们熟悉的败家之眼ROG也来卷掌机了 它搭载了AMD最新的ZE Extreme芯片 性能是很有看透 而且在外围硬件设计等方面 ROG这次也做了一些有趣的选择 想知道这台ROG掌机到底是什么样的表现吗? 今天这期视频我们告诉你答案 既然是掌机 那自然是少不了小生版了 这个大概是ROG做过的最小的一台PC了 7英寸的屏幕 608g的重量 甚至比Steam Deck还轻了60g 虽然对于一台需要拿在手上玩的设备来说 这600多克还是有点重的 但得益于握把的形状和防滑设计 它的握持手感其实还不错 ROG掌机的整体结构和Steam Deck是类似的 但按键布局很不一样 它采用的是XBOX式的非对称布局 拇指还是比较容易接触到摇杆的 按键手感上面 它的ABXY键的形成比较长 回弹力度明显要比Steam Deck更大 感觉更接近XBOX手柄 方向键倒是类似于Steam Deck吧 都是比较肉的那种感觉 尖键反馈干脆 霍尔班机的形成很长 这两个的手感都很不错 类似于XBOX Series的手柄吧 我觉得整体操作感受上 ROG这台掌机确实要比Steam Deck更舒服一点 这个机器的摇杆并没有用上霍尔摇杆 这两个摇杆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吧 除了底下的RGB圆环 哎呀 这可是ROG 怎么能少得了灯呢 这RGB可是能够提升30%的性能呢 中间这块轻松的屏幕也是有点看透的 因为这是一块1080P 120Hz的LZD屏 响应时间7毫秒 游戏能不能跑到120我们另说 但是它至少给了你高刷玩游戏的选择了嘛 屏幕素质上 这块屏的色彩表现姑且算是正常吧 95%的SRGB色域覆盖 色准平均加在1.22 蓝色有一点偏色 其他颜色似乎都还不错 好在这块屏在一个对掌机来说很重要的方面做得挺好的 就是它的峰值亮度可以超过520尼特 对于掌机这种可能会带出去用的设备呢 屏幕亮一点总归是没有坏处的嘛 屏幕两侧提供了四个功能键 上面两个就是XBOX手柄的加减按键了 右边下面的这个是切出傲创中心 而长按之后它会给你一个按键布局的说明 左边这个可以切出这台掌机的快捷菜单 不管是调亮度、切换性能预设 还是切换手柄和模拟键鼠 或者是开关OSD、实时所帧、切换分辨率、刷新率 再或者开ISR也就是AMD驱动层面的FSR 这个菜单的功能还算是丰富的 长按这个键就相当于Ctrl加Alt加Delete 对于一个Windows掌机来说 这个任务管理器绝对是你必然会用到好东西嘛 懂的都懂啊 说到快捷键还有一个我觉得它做得不错的地方就是它的BIOS 开机的时候按住音量减键你就可以进BIOS了 我觉得最厉害的是什么呢? 它这个BIOS你是可以完全用手柄按键来操作的 甚至UI图标这些都对手柄做了适配 想在BIOS里动任何设置你完全不需要外接键鼠 直接就可以调得了 这个细节还是挺不错的 接口方面ROG提供了一个3.5mm耳机孔 一个TF卡槽 以及一个外接显卡拓展物的接口带一个Type-C 说实话接口是有点少的 要是能够再多一个Type-C或者Type-A就好了 原装适配器是65W PD的规格 我试下来好像也只有华硕的官方头可以触发它的最佳能效 但其实你拿第三方的PD头也一样能用 即便它提示你电源不对 我们实测也并不影响你的处理器布置到50W以上的功率 好 简单摸了一下这台机器之后 我们就得上正餐了 你就不好奇它里面长啥样吗? 来 我们把这台ROG掌机拆开来看看好了 应该说拆还是比较好拆的 6个螺丝一卸就下来了 有一说一 这个内部做工还是挺工整的 而且配色就很ROG 是吧? 底下这一块是40W的电池 左右是电芯 中间是保护板 说实话这40W的电池并不算大 终结保护板这里其实也冗余了不少空间 什么都没放 我觉得要是塞更多的电芯就好了 取下电池 这个底下是俩巨大的扬声器 毕竟外放对于掌机来说也是蛮重要的嘛 而两侧的手柄都有独立的紫板和主板箱分离 散热部分是一个双风扇单热管的设计 对于一台7英寸的掌机来说这个散热算是挺豪华的了 咱们先开散热来看 左上角这一块是网卡 联发科的MT7922 而下面这一长串的散热贴底下 藏着的就是16GB LPDDR5 6400内存了 主板上提供了一个2230的MDR硬盘位 出厂只提供了512G可选 想要更大的容量你就只能自己换了 这台测试机用的固态是美光的2400 但ROG的人说上市之后会换成悉数的SN740 而中间这一颗就是咱们今天的主角AMD新推出的ZE Xtreme处理器了 听着这个名字是不是感觉很奇妙呢? 难道这是专门定制的芯片吗? 那倒也不是 其实这个ZE Xtreme基本上就等于是7840U的掌机特化板 它的电压曲线略有不同 并且砍了AI单元 但除此之外它的硬件规格就是7840U 这颗芯片采用了台积电4nm打造 面积185平方毫米 比Steam Deck上那颗要大一些 考虑到它的硬件规模 我觉得这个密度已经是非常非常高的了 CPU部分用上了最新的ZEN4架构 提供了8核16线程的规格 单核BOOSE频率最高可以到5.1G ZEN4加4nm工艺 这个CPU的能效很值得期待 另外一个让我比较关心的就是核显了 这颗ZEN1 Extreme搭载了最新RDNA3架构的12CU核显 并且得益于4nm工艺 它的频率也是有所提升 可以boost到2.7GHz了 本来680M就已经是核显之王了 这一代又换架构又超频 能不能再更强一些呢? 我还是挺期待它的游戏性能的 落实到具体的功耗档位上 这台掌机提供了三档可选 安静档下处理器长期功耗9W 性能档15W 增强档不插电是25W 插电是30W 短期boost还可以到更高 最高能够到53W 当然也就维持个几秒钟吧 然后就会降到40多W 然后再坚持个大几分钟之后 降至30W长期功耗 它的这套散热 我们烤机半小时实测下来 压住30W是没什么问题的 30W下的温度基本上也就维持在80度出头吧 对于一个掌机来说 这个散热算是不错的了 和Steam Deck一样 它的OSDB也非常贴心地告知了从电池取电的实时功耗 也就是整机功耗 我们很方便地就能算出各个档位下的游戏续航 像安静模式的话 9W的处理器释放 整机功耗大概在14W左右吧 全程满载的情况下 游戏大概可以坚持三个小时不到 性能模式15W释放下 整机功耗我们测下来大概在24W左右 游戏差不多有1小时40分钟左右的续航吧 如果你增强模式25W全开的话 整机35W就只有1小时出头的续航了 我们在Steam Deck那期视频里就有聊到过这个问题 应该说这类PC掌机要想在实用性上彻底赢过Switch 续航仍然是最有待改善的一环 行了 我知道你们在期待些什么 肯定是性能嘛 对吧 这颗Z1 Extreme到底跑多快呢? 咱们也别默契了 直接把测试搬上来吧 那么先来看看CPU CLEMENCH R23的渲染测试 Z1 Extreme单核跑出了1783分的成绩 相比Zen 3架构频率更低的690HS 这个单核强了16% 提升还是挺大的 不过和英特尔那边的13代大核比起来 AMD的单核还是稍微差一点 而到了多核这里 Z1 Extreme的优势就完全发挥出来了 活力全开的情况下 最高一轮R23可以跑到平均44W的释放 多核跑出了15293分 这甚至要比6900HS和13700H 在55W下跑出来的成绩都要来得高了 这移动端Zen 4确实还是挺给力的 为了进一步挖掘这颗Z1 Extreme在掌机工况下的表现 我们也跑了多个低功耗的档位 绘制了能效折线图 你能明显看出来 Z1 Extreme的这颗CPU能效优势相当大 从15W到40W之间的每一个档位 同功耗下Z1 Extreme都要比6900HS强出18%到21% 比起英特尔的能效优势就更大了 Z1 Extreme甚至可以在20W的功耗下跑出比13700H30W还强的性能 这颗CPU确实挺适合掌机的 而且这个Z1 Extreme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的外围非常节能 SoC功耗或者非核心功耗很多时候都不到1W 作为对比上一代已经很节能的6900HS 静置的SoC功耗都要1.4W以上了 隔壁英特尔平台更是轻松超过3、4W Z1 Extreme这个1W可能还是不如一些ARM平台吧 但是在PC里绝对是极为省电的了 不过作为一台游戏设备嘛 我其实更关心的是它的GPU部分 这颗RDNA3的新核显性能如何? 我们跑个3DMark Time Spy看看好了 诶?这个显卡成绩好像有点普通啊 Z1 Extreme的Time Spy图形分大概是2892分 其实相比上一代的680M核显并没有强太多啊 这个性能说的高大上一点差不多相当于一张初代泰坦吧 那说的现实一点 基本上也就等于一个1650 Max-Q的独显 和MX570还有2050这些现在的独显比起来差的还是挺远的 你是不是想说就这啊? 诶?别太着急了 这个新核显虽然它的极限性能进步不大 但是它的能效还是不乏惊喜的 而且这个能效我们不光是说峰值下来的能效 最重要的是更低功耗下的表现 我们测试了各种评点画了一些能效折线图 你能明显看出来 新核显在越低的功耗下相比680M的领先优势是越明显的 40W的风双功耗两者的性能相差只有不到9% 而到了20W下新核显就要强出22% 15W下更是强了35% 要知道掌机最常用的功耗段就是15W左右的 所以我才会觉得对于掌机这种形态来说 ZE Xtreme这颗芯片要比上一代的6800U合适很多啊 如果是和Steam Deck比的话 同样在15W的情况下 它要比Steam Deck强出40%左右的性能吧 那有的同学就要问了 这不是台积电的功劳吗? 感觉这RDNA3的架构好像没有什么提升啊 其实仔细分析完所有的数据之后 我们发现也不完全是这样的 比如ZE Xtreme在20W下甚至是比690NHS跑30W还要更强的 但如果看GPU频率的话 ZE Xtreme这时候只有1750Mbps 其实要比30W的6900HS还低不少 频率更低性能还更强 也就是说这一代核显的同频性能也是有一定提升的 考虑到我们测试用的两台机器 内存一样都是6400Mbps的频率 那这个提升的来源自然就是RDNA3的新架构了 或许你可以说台积电的功劳确实要更大一点吧 但这并不意味着RDNA3就完全没有进步了 不论如何 这代核显的能效还是很利好轻薄PC的 不过话说回来 这个能效也就是在集成平台上可以称王 如果你和2050这种独显去比的话 由于独显的GPU规模要大得多 能效就有先天优势了 ZE Xtreme这个极限43W封装跑出来的成绩 差不多相当于把2050的TGP现在25W下的性能 你要知道TGP里还包含显存功耗的呀 所以核显从纵向上看可以看到很明显的能效提升 但是跟主流的独显还是很难去比较的 另外如果你好奇这颗ZE Xtreme的GPU放在移动端是什么水平的话 我们也跑了Wildlife Xtreme的测试 它在满血下相当于苹果M1 而限制15W功率的时候 它大概是略强于骁龙8进2的水平吧 当然了掌机这种设备因为屏幕比较小嘛 对于图形性能的要求也就没有笔记本那么高了 毕竟真要不够用的话呢 降点分辨率或者开个FSR 你在这么点点屏幕上也不太能看得出来 那到底它这个性能跑不跑得动各种游戏呢? 咱们直接来玩一些看看不就知道了吗? 游戏实测的部分主要会给大家展示两档预设下的性能 一个是插电30-40W满血释放的 另外一个也要看一下15W离电状态下 也就是掌机最常见的使用场景 那首先就是我们的老朋友大表哥2了 这里我们用了1080P低画质加性能挡的FSR2 在插电boost到40W的情况下 游戏是可以接近60帧运行的 还不错吧 有一说一这个体验已经比上一代主机要好很多了 不过大家也知道插电主要就是看个极限 掌机咱们更应该关心一下低功耗的性能 好在把功耗限在15W下一样是有不错的发挥 虽然大表哥2跑不到60帧了 但也能够以40多帧接近50帧的性能运行 在我看来仍然是比较可玩的水平 这就让我更加跃跃欲试了 如果我们把功耗进一步限制到9W会发生什么呢? 可惜了 我们试下来9W实在是有点不够用 游戏直接掉到了20帧以下基本上是不可玩的帧率了 应该说ZE Xtreme这颗8核16线的CPU还是有一定的基础功耗要求的 整个封装只给9W的情况下 CPU甚至还要和同样不小的GPU抢功耗 8核CPU根本跑不上去的 很多时候甚至只能跑到800-900MHz的频率 就对标switch了 属于是 这个时候反而是4核或者6核的CPU才是更好的选择 所以我觉得ROG这次有个遗憾 就是没有在BIOS提供关核或者关超线程的选项 如果能让我在9W这种极限低功耗下只开4个核运行就好了 接着我们来试一个难度比较高的 赛博朋克2077 这里我们跑了1080P低画质加超级性能挡的FSR2 在30W-40W的功耗下 2077开车基本上可以跑到50多帧 接近60帧 开车已经是压力比较大的了 所以30W的ZE Extreme差不多是可以流畅运行这个画质下的2077了 如果是离电15W的话帧数还是会降不少的 开车30多帧吧 有的时候能够到40帧 我们一直说2077很吃显卡 但它对于这种便携设备的CPU要求也不低 所以15W下还是出现了抢功耗的情况 当然340帧的2077对于掌机来说已经是挺不错的了 要不我们再来玩一个新出的游戏好了 《生化危机重制版》 卡普空的游戏优化向来还可以 不过《生化危机4》在不同的场景下性能差别非常大 如果是室内场景的话 我们1080P加帧率的FSR30W下甚至能跑到780帧甚至更高 已经可以利用上这个高刷了 哪怕15W功率 室内场景也可以跑到60帧 流畅运行 要光看这些你绝对会认为这是一个神优化的游戏 但室外场景就完全不一样了 30W释放刚刚我们能跑80多帧 在室外就只能跑50多帧了 性能低了一大截 限制到15W下则是跑到40帧左右的帧率 不过有一说一 一个掌机能跑出这种表现也挺好的 还有一个很适合在这种设备上玩的游戏就是二能法环了 去年我们在Steam Deck上玩老头环的时候 还在抱怨性能太弱了 开再低的画质也只能跑到30帧出头 现在用ROG这台掌机玩就不用那么担心了 在没有FSR的情况下 开720P低画质 哪怕是压力非常大的这段跑图 性能全开也可以跑到50多帧 我们也设立一下低功耗15W的性能 其实也没有下降太多 样式可以跑到40多帧 这个帧率不说很流畅吧 但玩反正是能玩了 我就希望老头环能加一个FSR2的支持 这样画质上就不用忍受直接降到720P的大果力了 我一开始关注这一类掌机的时候 就有一个美好的愿景 就是能随时随地体验主机大作 好在越来越多的PS游戏现在都开始登录PC了 那我这里也试了一下战神 30W档位跑1080P低画质加性能FSR2的话 大概能有50多帧 接近60帧吧 体验相当流畅了 如果降到15W的话 游戏差不多运行在40帧出头 也还算不错 像另一个主机移植的游戏 死亡搁浅呢 优化就更牛逼了 1080P低画质加性能FSR2 满血释放下甚至能跑到70多帧 非常流畅的运行 即便15W下也可以跑到50帧以上 应该说你不仅可以在掌上体验到这些PS大作了 而且运行起来至少是比原版PS4要流畅的多了 试了这么多的单机也该试一试在线游戏了 我跑了一下FF14的Benchmark 30W的释放下跑到60帧是完全没问题的 而且15W的性能损失好像也不大 一样可以跑到50多帧接近60帧 这下出门在外也能随时随地上班了 另外我也试了一下原神 不得不说原神在这台掌机上的表现是相当不错的 得益于FSR2的助力 我们在1080P中画质0.6倍渲染下 满血释放就连虚迷城这种高压场景都能跑到7、80帧了 打本的时候甚至能跑到将近100帧 这已经可以利用上这块高刷屏了 哪怕是限定在15W下 我们在虚迷城也一样可以跑到60帧 副本可以跑到70帧以上 算是非常流畅的水平了 既然跑了原神 那新出的崩坏新充铁道干脆也来跑一下吧 但是奔铁在PC端的性能说实话是没有原神好的 其中一个问题是它并没有提供像FSR2这样的优化工具 如果我们直接玩1080P中画质 那在仙洲罗浮的新海中枢这种高压场景 我们就是满血释放也只能跑到40多帧 15W下甚至只能跑到30多帧 要想流畅的玩下去 你就不得不降低渲染倍率了 就像我前面说的 因为没有FSR2 这样直接去降渲染倍率的话 看起来会非常的糊 调完之后帧数倒是确实高了不少 但也就跑了个50帧左右吧 感觉……优化不如原神 我们还设了几个模拟器 像PS3模拟器 不知道你们还记不记得 当时在Steam Deck上挑战的不是很成功 神海2只有个位数的帧略 那你们知道这台机器能跑出什么样的性能吗? 同样的神海2 它居然能跑到40多帧 甚至比PS3本机还要流畅了 应该说PS3模拟器这种CPU要求很高的场景 这颗8核Zen 4确实够给力大 而且这里还利用到一个你可能想不到的特性 就是AVX512 我们一直说AVX512没用 但恰恰在PS3模拟器里确实是有用的 这一代的ZE Extreme就是支持AVX512的 哪怕上一代的6900HS跑神海2也就30帧不到啊 这一代能上40帧很大程度就得感谢ZE Extreme支持AVX512了 不过你也别高兴的太早了 这个还只是满血释放下的性能 如果我们锁在15W呢 诶?游戏突然间就不能流畅运行 只剩下电影级帧率了 这就是CPU要求太高的结果 毕竟对于这种CPU火力全开的应用来说 15W下的CPU频率那是完全上不去的呀 你少一点功率 性能损耗都会是很严重的 还有很多同学想看塞尔达的 我也跑了一下这个荒野之息的模拟 应该说它玩荒野之息的表现是相当不错的 去年我们在Steam Deck上跑30多帧 现在ROG掌机上满血释放已经可以跑60帧了 而且和PS3模拟器不同 这次我们哪怕把功耗降到15W 游戏也仍然有50帧的帧率 基本上玩着还是挺流畅的 如果你觉得这点性能还是不够用的话 ROG倒也提供了一个选择 就是外接显卡 这个接口前面也讲过了 是用来接XT Mobile拓展屋的 我的手里正好就有一个移动版4090的拓展屋 你要是足够有钱买得起它的话 接上去你的图形性能就可以快个7倍了 Time Spy可以跑2万多分 有一说一 由于外接显卡没法支持Dynamic Boost 拓展屋的性能其实会比内置满血175W 4090的游戏本要差一些 但也足够我们在4K分辨率加适当调整过的画质下玩一些大作了 等于你可以出门在外带个掌机 回去插上拓展屋玩 这个场景想的还是挺美好的 对了 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没错的 Gelo Game的表现 这个必须得测一下 对吧 这种掌机当然最适合玩Gelo Game了 当然了这些2D游戏肯定就不需要性能了 我们关心的主要是续航 在开启节能模式并且手动拉低风扇曲线之后 我们可以把整机功耗压在8.8W左右 相当于4个半小时的Gelo Game续航 算是能够略微多坚持一怀吧 虽然还是短了点就是了 好了 今天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来玩这台ROG掌机 不知道大家对于这个产品是怎么看的呢 我感觉机器本身的特色确实挺多的 Zenie Xtreme这颗芯片的能效也不乏惊喜 但它值不值得买还是取决于价格呀 对吧 我现在评测的时间点价格还没公布 那我不知道你们觉得它应该卖多少钱啊 这个机器在我看来如果能卖6000以下 那就值得考虑 你别看到ROG你就怕它败家了 咱们还是得抱点希望 毕竟ROG今年也确实是出了几个持家的产品 那就希望下一个持家的是这台掌机好了 那么以上就是本期ROG掌机评测的全部内容了 不知道你觉得这期视频有没有用呢 如果你觉得做得还不错的话 一定要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支持我们 也别忘了关注我们极客1的频道 也别忘了来我们淘宝店极客1的店 看看各种周边 比如说我们卖的T恤 还有鼠标店 各种周边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啦 拜拜